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 我们讲一讲一个网线 网线水晶头的制作 这个水晶头 如果要接这个水晶头 今天也讲一讲 我们用到的工具呢 有一个网线钱 他晚上十几块钱一把 水晶头 这水晶头 这就是普通的水晶头 不要买太好的 还有这种网线 我截取了一段 这是普通的五类网线 一般的家里的百兆宽带的话 五类网线就可以 但现在的话 一般都是百兆或者是三百兆 一般的推进的话 这是千兆网线 千兆网线的话 尝试速度的话 能达到一百兆 尝试速度 一百兆 百兆网线的话 尝试速度最多就能十兆 这种 百兆和千兆网线 相互分的 百兆网线的话 就没有这种东西 只有六类网线没有这个东西 而且六类网线的话 五类网线的话很软 千兆网线的话也就有点硬 而且它传速是好 非常快的 是 如果是你用网络是千兆网络的话 可以传速的话 可以达到一百兆 一百兆每秒的速度 好 我们来讲 我们做这个水星头 首先 把这个皮剥掉 这里 这里有个 刀皮扣 这个圆的 把线放进去 按 大概这个位置 然后 然后把网线绕一圈一下 网线绕几圈 就是可以把这个皮剥掉 然后一转 就掉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撕掉 网线呢 它有个排序 排序的话是 是 陈 陈 绿 蓝 中 陈 一个口语叫 陈绿 蓝 中 白在前 是这个白的 放在前面 摆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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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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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